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宁明君 新闻首先来关心国际消息 中国大陆新疆上下了今年第一场雪 最低温色是零下23度 浩厚的积雪覆盖汽车 天气恶劣能见度差 上百辆车子300多人受困 还好最后全部破旧 而中东国家伊朗首都德黑兰也下大雪 交通大乱 学校关闭 树木道路都被白雪覆盖 交通堵塞 有的人要花两倍时间上班 幸好没有重大交通事故 但是交通混乱 无法使用除雪机 只能手工铲雪 同样是伊朗政府宣布调高油价至少50% 并且实施配极制 许多城市示威 一个人死亡 安全部队发射 切雷瓦斯驱散抗议民众 伊朗政府表示 调高油价是为了发现 经帮助贫困的民众 将有1800万个家庭受惠 好 再来关心药消息 机关署才刚刚公布夏季流感进入尾身 但是会引起感冒的腺病毒 却有升温的趋势 上个星期的患者首度超过了流感 腺病毒的症状是高烧40度3到7天 甚至更久 还有红眼症 拉肚子 鼻塞咳嗽超过三个星期 周末假日亲子出游 公园满满人潮 但家长面对天气变化很烦恼 温差太多了 大家都说蛮多都感冒 然后好像就是都在家里面休息 才说流感降温 但现在有一个会引起一般感冒的 腺病毒蠢蠢欲动 上星期患者人数今年首度超过流感 从大概过去几周是减出20%以下 有增加到40% 听过腺病毒吗 腺病毒有 哪一些明显特征 明显特征怎么会有点忘记 不是很了解 虽然他小时候有得过一次而已 所以实际它是什么作用或症状不太知道 大人小孩都会被传染 但腺病毒主要攻击5岁以下孩童 典型症状高烧超过40度 典型的就是他的烧 你怎么退烧 他就是烧 你虽然给他退烧药 他退一下就又烧起来 曾经有些病人烧了9天10天 很难去处理的 也没什么特效药可以去处理 虽然难处理 幸好病发重症机会不高 但如果没有及时药物治疗 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眼睛气管都受影响 他有扁条件化容 咽喉很红发炎 那要造成结膜炎 当你咽喉有发炎的时候 他本来就可能会延伸到眼睛去 延伸到鼻腔鼻斗去 延伸往下延伸到气管 秋冬季感冒后发期 预防之道就是带着小孩勤洗手 出入公共场合戴口罩 大野新闻 杨韵子登映周 台北报道 医师节人医人心专题 带您认识花莲慈基医学中心附近科 医师洪玉周 他是慈基大学第二届的学生 毕业后就留在花莲服务 尝到偏商看诊 还获得优良医师奖的肯定 温柔的语气叮嘱着年长患者 他是花莲慈基医学中心 复健科洪玉周医师 很多老病人熟得像 只是来聊聊天看看他 要吃药吗 我不要 不用吗 复健科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一个科别 因为我喜欢跟老人家互动 喜欢和病人互动 因此洪玉周医师也接下了 偏乡医疗的任务 每三个星期 就会到秀林乡卫生所提供看诊服务 这一天因为严重入疮就诊的原住民阿嬷 洪医师特别指导看护 透过简单的动作为阿嬷舒展四肢 减少入疮发生的机会 我们洪医师他真的有热忱跟使命 在偏乡他能够在这里待得住 洪医师并不是从小立志学医 却是很早就跟慈祭结了缘 我是高中的时候接触慈祭的 听上人的开示 那就非常喜欢慈祭 因为我们家在彰化 那花莲很远 那特别是我那时候是第二届 就是首创初期第二年而已 所以他们其实是希望我去念长庚的 可是放白银的时候很开心 我上慈祭了 没有任何的悬念洪医师来到花莲 二十多年从医学生成为副检科医师 日复一日在他喜爱的工作环境中 付出专业良能 不能动的 要能够动 能够这样子的一个 用爱心去复健 让病人再恢复起来 而且是在偏乡的医学中心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很多大学的同学都在这边服务 哪些病人需要哪些的治疗 或是我的病人需要怎样的资源 就很容易找到资源 可以互相帮忙 帮助患者重拾健康的生活 是每一位医师的目标 附健科医师更需要长期陪伴患者 洪宇舟医师用耐心和笑容 持续带给患者安心的力量 也是一位仁医 台北慈悸医院牙科医师黄文国 今年受证慈悸志工 他服务身心障碍患者十多年 虽然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他依然把握每次治疗的机会 31岁的黎月盛七年前当晚兵 刚考上研究所 生命如旭日东升一般 没想到不幸的车祸让他人生逆转 严重的各种功能障碍 也让牙齿属于照料没有一颗完好 台北慈悸医院专门治疗 身障患者的牙医师黄文国 历经十个小时 在手术室里细细修补 才让林月盛的25颗蛀 免于拔除的危机 能救的牙齿就一定要把它救起来 而不是选择就是把它拔掉 因为我觉得我要还他一个 原本的真面目 然后把它生活品质提升 黄文国解除患者的口腔危机 再加上试病尤亲的态度 让家属都称赞 我儿子都是这个医生那么棒那么棒 开到十点多 你看他还自己掏钱去国外做一诊 你看有多优秀 照顾我儿子真的太棒太棒了 患有唐氏症的林玉坤 三十多年来未曾看过牙医 靠着民间偏方压制牙痛问题 残存的牙齿熙熙落落 黄文国帮他做了副甲牙来门诊世代 华医师就变成一只踏实 一直说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弄 要怎么样去完成他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细节是做得很那个 变成也让我们说比较放心 一份不舍的心给予身心障碍患者 生命尊重与关怀 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这是驱策黄文国长期默默复出的原动力 大爱新闻王玉芬红重好张正龙 台北新店报导 台北慈情院的医护与同仁 在新店庆司堂与真言上人温馨座谈 分享许多医病故事 二十篇国际期刊的文章 把我们的想法真正落实在我们的医学文献上面 黄璇李医师分享十多年来周边血管领域 临床的研究与成果 就算现在的成绩与国际病假齐驱 但医师仍不忘那一年 我们没有忘记 曾经在这数年中 当中每一个曾经付出的病人 我们更没有忘掉我们的出发心 扩大之后有可能回到之前讲的 可能会破裂 可能会剥离 血管狭窄影响健康 而超过原有的大小也会受到危害 心脏外科成大中主任 分享主动脉根部肿大的困难治疗过程 在精湛的医术下 不仅抢救生命 也让患者的生活回到过往 很高兴的我们能够借由我们的手术 借由我们医疗 让病患能够回去他正常的生活 同时他也再度可以支持他的整个家庭 看完之后 我花十个半钟头 亚科医师黄文国分享如何替身障患者服务 就算要到手术室花上好几倍的时间 他也甘之如遗 台北茨基医院的医疗都从病患的角度出发 做到全人医疗 医病医人又医心 阵炎上人看到这样的成果也很欢喜 从医疗到盖医院 经历过来也有47年到现在 今天看到了 我们今天好像正是在过年 喜气洋洋很欢喜 感恩少年让我有这么好的团队 可以一起在台北茨基医院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守护爱 对于台北茨基医院医疗团队 能够付出自己的力量守护患者健康 赵友成院长相当感恩 医疗座谈最后由护理部同仁 透过收益表演 将对患者的爱用温馨轻松的方式来呈现 希望无私的爱能够让患者远离病苦 大家喜欢黄欣妍张震龙台北线件报道 今年全球有2981人受证刺激委员和职呈 其中一位是桃渊的刘新成 她的太太林立青投入刺激很久 一直希望先生加入 但刘新成两次培训都因为抽烟喝酒没有通过 后来太太得到癌症 让她决定及时行善完成太太的心愿 她就祈求我平安健康生活 然后多参与实际的活动 结果她自己本身就生病 字字句句都是为她好 刘新成在太太整下发现其愿书 忏悔不已 决心走入此季 第一次因为这是烟酒的关系 一直没有戒掉 到见习完到培训来一直不敢去 然后第二次也是因为戒掉了烟酒 还是没有戒 可是我们家师姐丽七师姐 她就对我不离不弃 然后就带我到尺大的生活体验 参与当机动人员 不然就是五六日带我去做环保 行事里密密麻麻记录的 都是照顾太太工作与慈祭室 家业事业 置业三头忙 法亲事护持力量 刘新成他只要他有事情的话 他会先告诉我们 那我们有时间也会过去陪他 法亲是爱的相伴 常年同行菩萨道的相惜 我就要出门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他的菩萨车就是开来接我 这点我是真的很感恩 所以二十几年了 相似的年纪 通过各项考验 刘新成终于完成培训 成为太太的同修 你的愿望我已经达成 我也有听你的话 照你的话做 仔细到旅上我就不会退转 以后的事情我会做两人份 高雄日前发生一起活紧 巫鼠的女儿死亡 刺激志工持续陪伴 还号召将近一百五十个人打扫 陪伴他们走过伤痛 将近一百五十名志工聚集 巷子太窄得分批进行 这一天要来帮忙清理火场 被烧得焦黑的三楼半透天措 全是灰烬 紧闭的衣柜经历大火 衣物全数损毁 志工一一拆除运出 但这个家处处都是回忆 珍贵的家族罩得留下 陈姓屋主一家三代 在这房子度过三十多年岁月 十月二十号却因电线走火 带走了女儿宝贵性命 慈激志工一路陪在家人身边 更协助清理火场 志工分成两个梯次轮流进入屋内 加快清理的速度 因此只花了大半天就把屋里全清空 让屋主一家人踏出生活重建的第一步 志工一双双付出的手 给了屋主一家最坚强的依靠 未来的路志工也将会实时陪伴 大爱新闻陈一针项目术庄金阳高雄报道 一代气旋重重东非三国 此际目击爱心衣物 在台中后礼联络处分类折叠和装箱 一对新人也来帮忙 新郎新娘手牵手走进后礼联络处 受到热烈欢迎 志工萧素兰娶媳妇 先把新人带来折衣服 送来道东非 从他们人生的第一天的开始 让他们来这里认识不同的一个境界 接受大家满满的福报 这是对我们的祝福 何银光店董事长也带队来折衣服 公司有成立社团叫记忆社 意思是用心做慈祭其实很容易 我相信他们自己看自己感受 就能更了解慈祭 我们没有办法过去 可是我们的心到达那里 还有一个标签 七回到十二回 这都要冠军就好 我们要送给人 我们放心 接到的人也欢迎 一个人的付出 才有成就这样的这个因缘 所以真的要充满了感恩心 大家忙着分类 遮衣服 装箱 厨房里香气志工 料理 健康素食 为大家补充体力 高龄九十一岁的老菩萨也来帮忙 人人和和互互携 秉持相同的一面心 为东非受灾民众付出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陈振华 张宏达 肖胜林 台中综合报道 而测介志工持续在东非灾区之一的 狮子山关怀 前往收容中心和小学 发毛毯和五股本等物资 狮子山共和国 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 犯罪让他更不堪 唐博斯科收容中心 这一群女孩13到18岁都是受害者 因为她收容进来 就是已经有怀孕进来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几乎都是被残暴 或者是被欺负 这些进收容的时候就有怀孕了 这一堂课重新认识 也保护自己 陈保朱医师 妙法宝 慈母心 移包里面是够有这里的钱八千块 我就跟他们说 你这样子的钱可以省下来 可以要不要用那个重复使用的 就重复使用的那个卫生 要不要他们所要 这头呵护少女心 那一头一份粮 一张毯 这里我们经常说 我们有认识和信心 因为我们共同感觉 神是爱的 一 二 三 抱 抱 那一所学校 艾伦镇 华纳霍斯小学 也是关心重点 学生都是一波拉一琴遗孤 卫生教育 不可少 25岁的维多利亚 志工任务 舍我其谁 因为三年前的伊波拉 几乎夺走她的一切 她相信活着必有原因 几乎21个人 全都已经死了 死了伊波拉的病毒 你真幸运吧 我真幸运 我感谢我的生命 大人 谢谢 大人 谢谢 大人 赵德姚 赖展文 石子山共和国报道 中国大陆有一位女子 从小失去了双腿 但没有失去乐观 还热爱运动 游泳 还有扶地挺身 都难不倒她 倒立 游泳 各种运动 没有一项难得倒 这位失去双腿的女孩 我没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来自陕西省宝鸡市的魏美女 三岁时因为车祸被迫截肢 遭到父母遗弃 在运优院长大 并且留在院内当老师 想要看看外面繁华的世界 来到上海讨生活 却遭遇不少挫折 找工作找几次 要么不满意 要不然就是干 自己没经验 干得不是很好 要不然就是人家死在你残疾 不要你嘛 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的她 不像命运低头 如今靠着网拍 能够独立自主 每个月还会拿出所得一部分 回到育幼院 关怀小朋友 她用自己的坚强和乐观 走出一条励志大道 更不另分享生活点滴 让许多人都受到鼓舞 带心用旅方编译 九岁一般读小学四年级 不过比例是因为九岁男孩 下个月却要大学毕业 等于连跳十二级 她即将读博士 励志学医 研发人工器官 照顾人群 一头长眼睛法 和鲜嫩苹果肌 还没吞去稚气的小男孩 竟然要从大学毕业了 我喜欢学习 所以它就像 像一个大猫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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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岁的西蒙 从抽屉拿出的不是玩具 而是复杂的机械 来自比利时的她 就读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 主修电机工程 人小志气高的她 将比同学早一步跨越毕业门槛 其实我喜欢很多学校 我喜欢学习的最好的学校 有些人在街上 我喜欢学习的 我喜欢学习的 你笑吗 是 谁 西蒙和一般孩子一样 同言同语 喜欢玩遥控飞机和大富翁 不过她的偶像很超龄 西蒙和爱因斯坦一样 拥有高智商 老师形容西蒙的学习力 就像海绵一样 过去她也只花一年半的时间 取得高中学位 就连医学院毕业的爸妈也不知道 这九岁学霸是怎么养成的 教授说他很明显 很明显 他们给他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试试 然后从那一步开始变成 你之前知道的 他就在第一学校 然后大学 然后大学 差不多到学校 西蒙资质过延 梦想是学医 做员工器官 全球好几所知名大学 向他招手 攻读博士学位 不过他的父母希望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大家新闻就不先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台北慈激医院睡末祝福 医护与同仁透过手艺演绎 诚心发愿拔除病苦 新闻之后一起来看看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我们再会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